好 這台可愛的小車子 也要幫我們介紹一下了 其實它看起來 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手機座 但它跟USB也脫不了關係 而且功能非常的多 它現在這台車子就是 除了當手機座之外 還有它的輪胎四個位置的地方 都有USB的插座 對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我以為你要講說它的輪胎可以滾動 沒有… 只有四個USB的插座 所以也可以當HUB使用 除此之外它還有充電的功能 就是目前現在各大品牌的手機 通常都可以使用 比較有名的手機基本上 都是可以使用 像這牌子的 它就是有這牌子的充電器 各個牌子只要插上去都可以使用 因為它的頭不一樣 所以不管你是 只要是大廠牌的 小廠牌的可能沒辦法 就要自己準備或進去買轉換線 但只要是大廠牌的 大部分都OK 各種不同的線材 是買這個的時候 這些線材就有什麼 就是基本都會附的線 基本就會附的了 所以它是怎麼樣 你的USB接到電腦上面去 然後你的充電是從旁邊接過來 對 再從旁邊接過來 然後再連接到手機上 對 超好用的耶 我一樣有一個問題了 因為USB它的輸出功率比較小 如果用這種方式 來幫手機充電的話 會不會要花很久的時間 都是一樣的 就跟剛剛前面介紹 我們那個東西是一樣的 大概都是要… 跟這個鑰匙圈的一樣 對… 大概花的時間都是6個小時左右 6到8小時 才會充得滿 但是我覺得也OK 而且有時候 我們只是放一個在辦公室 有時候你並不是真的要充到滿 你只是手機沒電了 你要應急而已 對… 所以就是充一下下 然後撐兩三小時 這個是讓大家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再說它的外型有那麼的可愛 那請問這個很貴嗎 這個也不會 大概都在500塊左右 喔 好便宜喔 今天我們滿桌的東西 是不是幾乎都在1000塊以下 幾乎都在1000塊以下 幾乎都在1000塊以下 好 然後我要介紹大家 滿桌的東西都在1000塊以下 還有一個東西是在100塊以下 我超級想買的 就是這個散熱電 這個散熱電要怎麼使用 這個就很容易USB插上去 它就使用 一接起來它就自動轉了 它就開始轉 而且還有燈 有LED燈 這個是讓平常常常在用筆電的人 就是可以散熱 然後它應該是一個電高的功能 然後又可以散熱 譬如常常在床上用小筆電的話 對… 它電高之後又可以散熱 再來的話它其實造型也不難看 造型還不錯看 我覺得 請告訴大家這一個多少錢 這個是本賣場現在賣最好 這個只有99塊 99塊 我的天啊 99塊現在吃那個 只要台北市東區排骨飯都吃不到 真的 對 在本賣場 在你們的賣場賣最好 那是最多一天出貨量 或是一個月出貨量有出到多少 一個月至少… 一個月的出貨量 至少都是在200片左右 一個月賣200片 對 平均一天就是會賣到8片 8到10片部分 8到10片 對 好厲害喔 非常厲害 除了散熱店之外 現場我們有哪一個東西 是目前在賣場裡面 也很受歡迎的 除了這個散熱店之外 我們現在賣得很好的就是 這個浴鏡箱的小花朵 剛剛有講浴鏡箱的小花朵 還有這個紅綠燈 這是我們這禮拜最新的產品 對 其實現在造型可愛的3C產品 都滿受大家歡迎的啦 好 我要跟觀眾朋友們 來介紹一下這一個 它是USB的喇叭 但是它跟一般的喇叭 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面板 就會很想要去壓它有沒有 但是它其實不是壓這裡喔 它要調整音量的話 是調整哪裡呢 噔噔 是調整這裡 這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 很平坦的瓷器 但是有沒有 它是觸控式的 然後再小聲 這好妙喔 這感覺根本就是陶瓷 它如何把觸控的功能做進去 有點像熱感應的功能 手過去就會感應到 而且我覺得這個才會讓大家誤解吧 大家應該都會不自覺的 一直按這裡… 我們剛拿到這產品的時候 也以為是按上面 所以就狂按這樣子 就狂按 但其實是按下面 沒有錯 好妙喔 好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USB的東西 都很方便 而且造型非常的可愛 那其實現在呢 這些東西當然在台灣很多 但是有一些還沒有引進台灣 在國外有沒有很受歡迎 你們看過 然後準備要引進的 目前準備要引進進來大概是 多功能的手機吊飾 它的功能除了可以當USB的充電器之外 它也可以當USB的傳輸線 像傳輸USB… 傳輸手機裡面的資料 現在不是大家都會放音樂進去嗎 對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充電 就像剛剛前面這種充電的功能 就也很多功能 對 然後它的造型就是一個手機吊飾 隨身都可以攜帶的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在夏天的時候 這種風扇型的USB風扇是很普遍 很受歡迎的 到了冬天的時候 還有類似像加熱的手套 或是保暖的拖鞋 也是可以用USB來加熱 都可以 還有一些馬克杯 都是用USB去保溫加熱都有 對 你們在賣場進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在網路上的 拍賣賣家機有時候競爭 非常的激烈 你們是不是都還要去搶 就是你在國外發現了什麼 你要搶在別人之前趕快先進 對 我們在國外看到的 比較特別的東西 然後在台灣搜尋一下 發現沒有人在賣 其實就要馬上先進來 不然其實等市場上 大家都在賣的話 其實就沒有競爭力 也沒有利潤了 對 所以也很辛苦 隨時都要盯著那個資訊的變更 所以我們會長期 有人在國外去搜尋新的東西 然後才可以拿回來拍賣上面去販賣 對 很不賴很不賴 今天的商品都非常的可愛又特別 大家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搜尋到了 因為現在網路世界真的很發達 也非常謝謝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可愛的東西 謝謝